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a 美不美啊? 今天我们做摘纸摘这个屈甘香 我们只需要一张纸 A4纸 或者需要一个剪刀 和Pie Cleaner 用来做支撑的花 或者我们可以摘一张纸 用来做花的劲 把这张A4纸 任何颜色 你喜欢的红色 黄色 什么色都可以 因为屈甘香 这些花也是有很多种颜色 有白色 红色 黄色 橙色 粉红色 紫色 黑色 今天就拿这张橙色 先把它摘成 我们需要一张四方形的纸 所以把它摘成这样 然后将长了出来的部分 剪掉 这样就变成一个四方形 对不对? 我们再对角摘一摘它 这样 摘成 摘成三角形 好 这里不是很齐 我把它在剪掉 看不见到这两个 看不见到这条痕? 然后反过去 对边摘一摘它 就是这条边对着那条边一起 摘一半 摘得不太齐 摘了一半之后,你看是这样的 然后你转转它 不用,再这样都可以了 就是这样 这里凹了,这四条边是拱上来的 我们这样 摘起来 变成一个三角形 将它在两边摘起来 摘完这个三角形 就向上 因为我们有四个角 一二三四 每个角都对着上面这个角 摘一摘它 就是这样 这边也是这样摘 对角摘 可以用手指刮它,刮它 接着这边 接着这边 接着那边 这边也是这样摘 就变成一个四方形 对吧 好 摘了之后,上面是开口的 下面是不开口的,只有四条边 上面是开口的 放在上面 对吧 这边呢,放在旁边 这样 好 然后,将这两边摘在一起 这样摘在一起 要超过这条中间的线 一点点 为什么呢 摘在这边给你看 你就知道为什么 超过这条中间线 一点 对吧 这样 看 超过中间线 然后呢 哎呀 摘错了,对吗 应该呢 反过那边 超过这条中间线 因为这个开口的地方向下 向着你自己 所以 刚才我摘错了方向 所以呢 将它 摘过来 再将这边又摘过来 中间线 过了中间线 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看到这个有个 有个口 有个袋 对吧 将这边摘过来 好了 现在带着它 调回这边 也是这样 摘过了 摘过来 向着中线 过了少少中线 这边也是 这样 这下面也要摘齊少少 好 之后呢 打开这个袋 袋子 袋子 好了 差不多就完成了 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到这里 我们摘完之后 看到这上面 是有个孔的 那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要 将 将 这个 这条 柄子 把柄子 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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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 把它 扇开 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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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看着 我要把它扇开 扇子 扇子 像这儿 那我们呢 可以用一支 吸管 如果你有吸管 可以放一支吸管 下去 但是我呢 就用咀嚼 出这样 哇 吹开了 那呢 我就吹开了之后呢 就变成这样了 很像 然后呢 就将这个 花瓣 翻出来 一半 两半 这样 是不是很漂亮啊 好了 那 刚才这里吹了之后呢 就有个洞 那我们呢 可以 用 因为一支呢 但是太远了 我将它扇子 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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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剁下来 这个洞里 在这里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做些小支一些 或者大支一些 都可以的 那今天呢 其实呢 这个 可以 插漏枝筆那里 用来写字 漂亮不漂亮啊 好了 那今天呢 就 屈甘香花 就做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 下次再和大家做其他的 这些 有没有干花的一些手工 拜拜 下次见